今天老板的精神就是 屋前屋后挖一个宝坎基础 用石头砌起来 前面就加宽 到时候种种菜 种种花都可以 后面搞好之后就种一排树 增加一下四周的景色 首先我们从旁边这里开下来 然后修一修 修过去 开到前面 然后从前面挖钩 挖过来 我们村里面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就在外打工 打个几十年 省点钱 然后回到家乡 修一个平房 旁边挖个鱼堂 房屋四周弄一弄 整一整 种种菜养养花 再擦上两亩地 这样基本上衣食不愁 还有点成款 没事还能吃吃五个油 过得还是很安逸 挖机开到前面之后 我们从这里挖钩挖过去 挖的头我们就堆在旁边 拍一拍 防止它垮下来 我们挖过来可以看到 沟底给它修的平平整整 旁边堆的土也给它拍的板板正正 我们就按照这个要求搞过去 很快我们就挖到了这后面 这后面这一点点土我们就堆在旁边 然后从这里退上去 屋前宝坎基础 这样就挖好鸟 我们退上来 然后把堆在门前的石头给它甩下去 再去挖房屋后面的宝坎基础 退上来 这旁边再挖一挖 这里转个弯切石头要切过来 把这里围起来 这里不需要挖多深 因为不需要薄土不承受压力 只需要美观 所以随便挖一挖就可以了 前面挖好之后 我们把这些石头给它甩下去 到时候前面切石头 不用自己搬下去 节约了不少时间 石头甩下去的时候 我们尽量给它整条沟里面都甩一点 把石头铺开 不要甩下去 还是一堆 到时候它们不怎么好弄 最后一点点石头 少下吃 我们去挖房屋后面 我们从这里下去 绕到后面 挖点头 把这里垫一垫 防止开过石的时候 把路边压坏了 同样的 我们把这里修一修 修过去 然后挖钩 挖过来 前面比较窄 我们过不去 我们把旁边削一削 削下来的土 我们就甩到旁边 转拐的地方 转拐的地方是石头 老板以为我挖不动 没想到我轻轻松松 这样加宽 修平之后 挖机再开过去 就比较容易 不会一不小心 就把房屋撞倒 这前面有条沟 旁边有个发粪池 我们把旁边缠一缠 骑在沟上 开过去 按照撒的石飞线 挖沟 我们挖过去 挖的土就堆在旁边 到时候石墙窃起来 还要包点土 挖到后面 底下比较硬 全是石头 硬的地方不是很多 放上炮机 打这么点石头 还是有点不乏算 干脆硬抠 给它抠过来 挖过来 这些土全部都转到旁边 还有最后一点点 收拢过来 我们就收工了 最后再收一收 就搞完了 前后两边的石墙 窃起来之后 我还会过来的 这个视频还会有后事的 我们下期见 哎 就很棒啊 上次挖的宝坎基丑 石墙还没有去起来 就行我过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老板又有了新的想法 想把屋后面和屋旁边 清理平整 打上粉泥土 这样好看一点 我们从这里开下去 绕到后面 从后面清理出来 虽然说 旁边对了一些石头 变窄了 但是以我高超的技术 问题不大 还是能开进去 转拐去 我们一个飘移搞过来 就开到了房屋的后面 这块水泥板 估计有用 我们挖起来 放在旁边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 就是把后面挖低 挖平之后 打上粉泥土 修一修 把路修平 然后开过去 我们从这里 去拟平整 去拟过去 旁边再给它挖一个沟 去拟出来的土 我们就甩到石墙的旁边 我们收一收 扫一扫 给它弄平整 就这样搞过去 转过来 提前把后面也修理平整 这里不提前挖好 等一下到拐角处 这里就挖不到 一个搞不好 就容易把墙干倒 后面都弄平之后 我们转过来 把上面倒下来的石头 甩到旁边 我们给它 甩到这上面 到时候它切石头的时候 就比较好弄一点 再就是 我把这里的石头挖了 我过去就好过去一点 最后这里还剩一点石头 我们不用管 我们直接开过去 现在我们清理房屋的旁边 同样的把这里挖下去 挖平 这旁边也一样的 要打上粉泥土 收平 收过来 低的地方填一填 拍一拍 毕竟粉泥土还是比较贵 这样房屋后面和房屋旁边 就被我们修理平整了 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完 前面还要整一整 弄一弄 我们先把这些碎石头 给它扫下去 把这里扫平 扫平之后 我们开到前面去 前面切石墙的地方 还要挖一挖 好像是切石墙的地方 还要挖过去一点 就是这里 老板还希望 把围墙往旁边 这里去过来 我们从这里挖下去 挖出硬土 这样基本上就到位了 最后再把底下的土 清一清 这里搞完之后 我们还要从别的地方 拖点土过来 把这前面填起来 因为前面已经去得这么高 前面不填起来 后面的石头去不上去 毕竟这么高 石头也织不起来 我们来到了一个堆建筑废料的地方 我们装几车 拖到房屋前面去 这个活干起来确实麻烦 我一粉在这 一粉在那 现在我们把拖来的这些 填在下面 把这些砖头填在底下 后树上面肯定是要填土 种花或者种树 还是种菜 这前面挤车 到的位置就不怎么好 搞下去还有一点困难 刚好倒在那这树的旁边 不怎么好甩下去 扫过来之后 这些石头一定要填在底下 上面是要填一层土 准备种菜的 这里拍一拍 给它拍一下 然后我们开到前面来 这里有坑树 确实是很碍事 前面这里扫过来的砖头 同样的我们也要给它推下去 这里老板又有了新的想法 就是把旁边的土挖下来 把下面这一块全部整平 老板应该是觉得后面还会拖石头过来 到时候一些碎石还是会留在上面 干脆把前面全部都挖低 碎石就留在了上面 到时候再拖拖过来 把前面一舔 就可以直接种菜了 我们从前面这里整平就整过去 我们从前面这里整平就整过去 搞过来这前面就全部搞平了 这块地方是种菜的 老板要我把上面的石头再给它好点清理一下 等房屋四周石墙砌起来之后 我还要过来给它填土 把四周修整一下 因为某些原因第三次我没有来 后续的工作我没有拍上 但是你们放心 我做事有始有终 再怎么的 这后续的效果我还是要给你们拍出来 这就是前面石墙切起来填土之后的效果 确实是宽敞了很多 这是后面打了粉泥土 是不是干净舒服了很多 最后是上面的效果头 比一开始没有整理的时候 是不是舒畅了很多 这样搞了以后 后面种点树 前面种点菜 旁边也可以种点菜 整个生活环境 看着就很舒服 很安逸 就很棒